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普里平埔族的文化 国立基南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李瑞源 利用三年多的时间 从下乡收集故事到申请文化部计划 制作出一部有关于平埔反婆鬼的动画电影 预计在本月29日 举办首映记者会的活动 李瑞源表示 因为在访查收集平埔族群资料时 发现一个人物就有一百多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素材 因此希望借此制作成一部属于普里的动画 希望让大家对于平埔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那会有这个首映记者会的缘起 是跟我们背后王浩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在普里这边 举办了一场儿童乡土剧的方婆鬼来了 这应该是普里第一次以方婆鬼为主题 做比较大型文化的一个展演 那我们会有这个动画片制作的背景 是来自于说这三年半以来 我们陆续在八个社区里面采集了一百多个故事 关于方婆鬼的 那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物就有这么大的故事的量 那其实我们很有能力来申请文化部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那甚至这个计划最大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要产制一部普里自产自治的本土动画片方婆鬼 李瑞源表示 制作动画的缘由是希望透过动画 让大家可以从中知道翻婆鬼的由来 以及时代背景 并且藉由普里之治的第一部动画 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 对于普里翻婆鬼文化这个珍贵的文化资产 来做一个新的创作 那这翻婆鬼的故事背景 也让民众能够回到当时的普里早期开发的历史 去了解是什么样的环境 它造就了这样一个时代产物翻婆鬼的故事 那我们制作这个动画的一个原因 一部分是为了我们新时代的孩子们 普遍不了解翻婆鬼过去的历史跟它的故事性 二方面也希望说能够让翻婆鬼成为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未来我们希望说可以抛砖引玉 可以让更多以翻婆鬼为主题 更棒的一个优质的艺术创作 能够被产生 副委员排一拳肯定西南大学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部动画的发表 能够给予普里文创一些启发 借此可以找出更多普里特有的文化以及故事来创作 展现普里丰富的文化底蕴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